宜蘭到樓東全線高架 同時也送宜蘭五個新的火車站 拆除九個平交道 打掉四個路橋 今天在座宜蘭鄉親 應該沒有人反對 所以在這裡就請交通部 整個宜蘭樓東鐵路 從高架化來做 今天第二個案是高速鐵路 雖然看起來比較長 但不經過停水區 同時以高鐵的速度 其實對乘客對往來是方便的 但因為這個是要關案的評估 所以我只能表示說 把這個案定同整個考量 如果覺得可行 我非常樂觀的進程 也希望讓宜蘭大大發展 給宜蘭大大的加油 讓宜蘭交通夠方便 繼續衝 繼續拼 國家繼續向前進